大家好,歡迎三太,Ina,嗨,嗨 我們今天有新成員加入 Hello,我是片頭 新一年祝大家,新年快樂,生氣健康,清清日常 那待會我們今天又回來呢? 因為我們有新的封面,一期第一期 那這次封面是誰? Viuor,阿慧琳 大家認不認識Viuor? 有沒有看過他的戲? 有啊 看過哪戲? 《逐水漂流點五部》 《逐水漂流點五部》 《台灣金馬獎最佳蘭培葛的任位名單》 沒錯,所以我們請他回來做我們的封面人 嗯 今期的主題是《講覺醒》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主題呢? 因為過去兩年大家在疫情和社會的大難景之下 有點迷失了 希望大家新一年可以重新出發 認清我們身邊發生的事,醒悶 所以就是這樣的主題 那Viuor本人自己有什麼覺醒呢? 其實他也在香港電影入行一段日子 都開始是一個大家慢慢熟悉的演員 但他到了這個時刻,他有一個新的體會 不做那麼多戲? 貴精不貴的 真的要看我們的完整版方文 但這照片也很漂亮 我喜歡它在浴缸那一層 很有活力的感覺 還有這張 它沒什麼穿衣服 哦 想看Viuor不穿衣服的話,記得更賣金奇書 看完Viuor之後,我們就看看這件事 這兩年覺醒了 其實在時裝界,珠寶界和美容界 他們都有些覺醒的 你們會不會平時買很多衣服? 會啊 穿完又很快就扔掉? 不會扔衣服的 一件衣服很珍貴 一件衣服穿多久? 五年,五、六年 真的穿到懶了 對 穿到懶了 可能有些人每天都不服衣服 造成很多浪費 其實時裝界這幾年都做了很多改變 令到他們不要成為一個製造污染的行業 可能今期我們就會介紹一些本地品牌 他們怎樣做環保呢 你們就要看今期的品牌了 說完時裝之後 不如說說珠寶 你們有沒有看過《血柱》這部戲呢? 有,《浦金熱潮》 不是 不是啊 鑽石是一個很專業潮 是的 外表很漂亮的鑽石 其實背後有很多剝削的 犧牲很多東西才可以換到一粒鑽石回來的 有家破人亡 《珠寶》這篇就會說一下鑽石 以及一些製造黃金的品牌 怎樣可以令到這件事更加人到 鑽石很漂亮 希望他們內在都會一樣這麼漂亮 其實今期很多內容都是講 永續的議題 其實美容講永續講了很多年 但到了這個模仿我們再講 就是拿回這個環保意見出來 有什麼新的蠟燭點呢? 有人說現在是後疫情時代 已經有了唇膏效應 變成了風水效應 美容界有什麼從環保的美夢裡面角色出來呢? 是不是不化妝就是最好? 順上天然 你以為我這麼冷先 我真的不跟你說這些 又是男人了 是嗎? 今期書其實也是為了配合整個主題 其實時裝不單是風花雪月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可以立即思考的地方 透過很有趣的知識動作 還有一些Pops 爭脫舊友的思維 進入這個新的想像裡面 如果你能夠做得到 其實你就會等一些自由了 你就會覺醒了 希望我們今期書的題目 都能夠帶給大家一些反思 新生年的願望 對 如果才可以走到更難的路下去 加油 好,謝謝大家 我們記得買一本書之前 好的,希望大家有壽 Bye